《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我是我的嘉 我是Annie 奇梅娟 今天又和Francis在這裡和大家見面 為何我又再請Francis上來 因為上次Francis給了我們很多資料 關於中七的同學繼續升學 如何選擇 因為上次講了很多資料性的東西 大家可能在網上都會看到 今次我真的要看他個人的抉擇 現在他又進入了自己喜歡讀的科目 跟他分享他成功之路 Francis 當日中七之後 你放了榜 為何你會選副學士呢 其實我不想自己到時這麼徬徨 其實在放榜前那星期 跟一些比較熟悉的同學聊天 就說萬一AFO不行怎麼辦 剛才看到報紙很多廣告 你知道近六月就有很多副學士 高金文行的廣告 然後我就看到 咦 香港YouSpace 我看到裡面有些科目 有一個叫做文學副學士 讀雙語研究 我挺有興趣 當然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說 大學搞附屬學院 都是希望收回一些好的學生 可能會關照一下他本身的附屬學院 我相信這件事 所以當時 我自己很想入港大 所以我就選了Hong Kong YouSpace 讀這課 還有我本身有興趣讀語文 即是文科那一方面的東西 所以我就選了這課 其實我又想問一下 你進入Hong Kong YouSpace 因為在上一次 你也跟我說過關於Jupper 是否透過Jupper 你進入還是自己報的 我是自己報的 因為我記得Jupper裡面的 副學位課程 好像是沒有Hong Kong YouSpace 為甚麼它會 Jupper我還以為是 政府給予出來的 就涵渠了所有大學 因為Jupper裡面 只有政府資助的副學士課程 但那些課程 我填Jupper的時候 我就覺得沒甚麼興趣 所以我都沒有放進去 就算進不了大學 我也不會讀那個課程 因為我領先出去找 即是除了Jupper那些課程之外 其實很可能 你也要去自己 去個別的大學 去找你自己想讀的科目 對 社區學院 即是有很多分校 就去那些分校導報 現在我也知道 那些社區學院 弄得很漂亮 好像中大那個 你長大的社區學院 真的很漂亮 比自己本身的大學 更漂亮 有很多建築 好 當日你選擇這個副學士 你爹和媽媽是否支持你 也很支持 首先 我不希望國外國 因為我覺得國外國 又要花家很多錢 而且好像花那麼多錢 算我得罪 好像買一個讀書回來 對 因為我始終覺得 就算外面的大學位好也好 我有錢也好 我覺得 香港人應該在香港讀 之後去深授 再去外國讀 所以我沒有選到外國 當然因為我A級 考得不太好 所以就沒有大學 所以我就選了這裡 他當時也挺好的 他希望給你的寬限期也挺多 他完成後 他給你一個月的時間 去考慮 可能你這個時候可以去報 我上集說的 例如樹大 公大 你還有時間讓你去考慮 其實那時候 你如何克服你自己的心路歷程 你曾經說過 你又說讀完 又未必可以進入大學 因為又要面試 又要看院長接受你 很多人為的因素 當時你不害怕嗎 當時其實是害怕的 真的害怕 但我在想 如果我不選這裡 我還可以選什麼 去外國又要適應 又要花那麼多錢 我不想 而且大學就沒有了 這也是沒有選擇中的 選擇 於是你選擇了 那你就勇往直前 當然 那你就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你如何努力 奮鬥 一定要進入大學呢 首先 其實A級級我覺得自己可以考 不是說自己有無努力 而是覺得過成績出來是好一點的 嗯 所以可能一直想著這件事 一直 從一開始到尾 其實態度也沒有怎樣變 我起初覺得 嗯 可能入面副學士的人都不太強 我自己努力就行了 後來發覺有些同學很厲害 之後更加的態度要認真 當中人當然會偷懶 但整體來說我都滿意自己 過去兩年的讀書態度 上課後便會聽書 之後回家便會溫緣書 再看更多的讀書 希望自己讀好些 即是有些痛還是思痛 今次一定可以 譬如讀完兩年後 又如何申請入大學 即是你的手續和程序 這個手續沒有當年Juplus那麼統一 它是很穩穩的 即是大學那個學系 只要它開了門讓你去報 你便可以立即去報 但整體來說 多數可以報大學的月份 是11月左右開始 有些大學是在3月尾才開始 公開大學甚至是6月 給你足夠的時間 對 給你很多時間去報 你可以因應自己的成績 或者讀下 你還不喜歡這一科 這樣選擇 因為中間我們12月1月會考試 1月2月投放成績 你經過放成績這個階段 你可以從你的成績分數去考慮 我報這個好像比較好 報那個好像比較好 報那個好像比較好 不是Juplus的一件事 好就是Juplus的排選擇 25個 但這個就是你喜歡的 你不介意花幾百元報的課程 你報多少個都可以 即是不限你25個 你報30個40個都可以 有些大學可能限你報5個 排5個選擇 例如我之前報成大 成大的制度就是 你有錢就報了 那他怎樣 你不是報你自己的課 他也會收你 他會看你讀的課 或者成績人 是否有相連 當然如果你讀文化 然後你去報醫學 沒有人理你 其實在一路申請的時間裏面 有沒有遇到一些特別困難 你覺得 有些少少的 是嗎 因為不知道其他社區學院有沒有 我們那裏就有一些 很多本書 就有很多資訊 就是展示給你看 譬如每個學系 訪問什麼 或者是每個學系 即是這麼多間大學 這麼多學系 每年取六本 即這個社區學院的學生 其他社區學院的分數是多少 有沒有訪問 什麼時候出的請求 我要照顧這些去報 譬如 因為我的成績 不是很高的那些 對 所以譬如舉個例子 我看到這個 是我有興趣的 但發覺成績 我根本自己也 碰碼追不上 這樣就不報 不是浪費那兩百元 是的 這個選擇是要 而且要選擇得實際一點 有些本身Jupper 已經很難入 譬如廣大法律系 廣大醫學 那些已經很難得 沒錯 其實有時候 都要靠你自己 做一些資料搜集 和評估自己的成績如何 然後再去報 這次你又一擊即中 也不是 如果再補一點 應該是讀完第一年便離開了 不是的 我又覺得沒有 只要成功便可以 過程我們又不看 看過成功 這次你真的這麼好 入到你自己 喜歡讀的學系 又入到大學 其實你有甚麼 會和你的學弟說 叫他們有甚麼 勉勵的說話 和他們說 這樣嗎 其實也很沉氣 真是勤力 勤力 不過有一點我想重申 就是 同學可能在讀副學試 可能要適應一下 以前中七 大家怎樣 每天 八至三 或者八至四 每天上課 很密集式 老師每天都見到 隨時可以問他問題 但我們 可能跟大學一樣 可能每科 一個星期只有一課兩課 你接觸老師的時間 就是只有一課兩課的時間 老師不會像中七 不會像中學時代 今天教完甚麼 明天和你追蹤 不會的 他真的教完 你自己回家 搞定他 下課就真的教別人 除非你自己問他 所以就很靠同學主動 我自己當時 面對一些不懂的課題 都是 教完 可能上課後 多數都是一頭無水 很難一時間吸收 是 那就回家看 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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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明白 他一定有些參考 或者有些參考 再看一些參考 再看一些參考 看一兩篇 都是不明白 真的要不像中學 要自己主動 電郵 或者電話 總之任何途徑 約了先生 做討論 問他問題 這就是主動 和勤力 都是很重要 其實我也想問一下 例如你在學校 上副學士的時候 其實都在那間大學裏面的學院 是否那些老師都是香港大學那邊的教員 過來教你們 有些是以前教廣大 然後沒有教 就過來 或者有些是廣大退休的教員 我也好像是有一個教員 是退休的 其實都是跟自己那間大學本身 是服務過的一些講師 其實師資都不錯 也不需要懷疑 很多都是老師 甚至讀到PhD 純粹是他們教的東西 錢 就不代表他們無聊 始終是課程限制 副學士不能夠教得太深 純粹是他們教的東西 其實師資就不需要懷疑 不需要懷疑 在這裏 我又很感謝Francis 你講了很多你自己個人的經驗 你在歷程裏面 你經過了這條路 現在和大家又分享了 如果在這裏 我祝你前途感受 希望你快樂一點 讀完你的大學科程 然後出來服務社會 會批社會 好 你們很積極 很努力 還有很有成就的狗授後 OK 好 拜拜 多謝 拜拜 你誠意推薦iRead iRead iRead是什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 來自拍電子 發展 記的人 加入 或是 出版 既你 發展 這就是 整個 發展 過 你們 илось